好了,來到第四個部份 我們說一說in一個race of change的意義是什麼 這裡應該很快的,只有兩板 因為我沒有放在sample,可能我遲些再拍 它就說in一個race of change of 大家f with respect to x over 一個interval ab 這個意義就是計回 我的大家f 由 a 去 b 變化多少 可以嗎?我們用色去寫的話 即是說in的race of change race of change就是d一次 所以大家f,d一次就是race of change of大家f 你由a,in到b,其實就是 之間的變化 所以就是兩者相減 對應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意思 譬如,我們說一個particle的位置 我們s' t 其實就是對應 velocity 你在in的 velocity 由 t1 in 到 t2 其實可以計回中間走多少 當然是 displacement 走多少 就不是 distance 可以嗎?就是在t2的位置 減回t1的位置 我們便會知道 我們便會知道 究竟是向前走多少 或是向後走多少 視乎正負 好了,第二個case 第二個情境 例如p是代表一些population 可能是植物的數量 動物的數量 人的數目 甚至是細菌的數量 我d一次的話 即是說 它的數量變化得很快 如果我由t1 in 到t2 其實計出來的東西 就是在t2的時候的人口 選回t1的時候的人口 即是之間的改變 之間的改變 你計到正數的話 那便會上升 你計到負數的話 即是下跌 所以我們in rate of change 其實有這樣的意思 如果我例子的話 我遲些補拍 我們再去討論 但那個意義可以去理解 我們這個部分就說完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們下條片再見